哈囉 大家好 我是平百姓 今天要來跟各位做金幣分析的是我們即將在戰力幾次連任務公懸數目 所推出的這張卡牌 礦野攻守 洩生沃 以及我們這個丹尼斯 龍類 可以進化成龍類的部分 那首先先跟各位來做分析的這一張是 礦野攻守 洩生沃 那它是一個光屬性的妖精 主動技能只有7.6也很短 那個人追打攻擊力3倍的攻擊一次 下回額外增加一次追打 5回額可增至最多 5次追打 效果持續至沒有消除一組6粒以上的新符石 好 那我們先來看倍率的部分 第一個 5次追打 那每一次是3倍 所以5 3 15 15加上自身總共16倍的界王拳 不管是在哪一隊 哪怕是妖精當中 16倍界王拳基本上就是蠻高的一個倍率 所以不用擔心它放在妖精當中不是很好用 一樣 16倍界王拳還是蠻好用的 如果你把它放在 呃 例如說隊伍當中再放個木屋 把回復力加到它身上的話 自身的 呃 回復力加到自身的攻擊力 所以這張卡牌會變得更變態 齁 那它唯一的缺點就是它的 要6粒以上的新符石這一點的條件比較嚴苛 你可能要放在陰或者是彈珠入吸法的隊伍當中 才會能夠發揮它最大的效益 一定要去入手 為什麼 因為假如之後有出現 齁 可以產生大量新符石甚至常駐的妖精卡牌 或者是其他卡牌 例如說紅星女王 齁 例如說藍鷹這種類似這種技能的卡牌 而且是6粒以上的話 這樣卡牌就變神卡 所以這張卡牌一定要去刷 那複製人的部分我個人建議不要 齁 因為我如果要增傷的話 我可能用別的卡牌去常駐增傷它 把它倍率例如乘2倍乘3倍以上 效益會更好 所以複製人的話我沒有很建議 除非你要玩類似像機械鼠那樣 追打好多下 全都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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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 一直追打 一直啪啪啪的玩法 那不會是比較偏向娛樂啦 那倍率的話應該是不會比較高 那再來的話 是這個 經濟場的丹麗屍它可以 進化成火屬龍類 那可能是要搭配我們這次的這個 新黑金 新黑金 青瓜 青 青 青龜 呵呵 不是青蛙 唉對 可能要搭配它來做個使用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的這個隊長技能喔 龍類攻擊力5倍即增加500點回復力 那龍脈銀全滿值 龍類攻擊力額外1.5倍 每手P消除一種屬性符石與回合結束時 隨機將該屬性其用兩力符石轉換龍族符石 基本上這個倍率當隊長是不太夠用 所以直接就略過了好不好 你只要知道他有這個隊長技能這樣就好了 那... 嗯...我也不曉得為什麼要特別寫出來 可能你真的沒有龍類隊長的話 拿他來用啦 只能...只能這麼說啦 我們來再看他的主動技齁 那...CD5一樣是短CD的 點擊元素法陣上一粒符石 並將該種符石引爆 以掉落該種符石以外的符石 那一回內手P掉落符石必定為龍族符石 對吧 配青龜是滿...滿符合的 因為...呃...青龜他需要龍族符...符石來做一個回血的動作 所以這張配青龜是滿滿好用的 再來自身攻擊力6倍的部分 齁又有一個界王拳 所以結板 再來...呃... 掉龍族符石以外 在自身攻擊力有一個6倍界王拳 齁...CD5也滿短的 那我是比較focus在結板 跟回血的部分 自身界王拳其實...呃...也不錯啦 但是比較不會... 認為我覺得他不太是主動 因為這算小界王 齁...短CD啦 短CD可以結板 我覺得這個很重要 齁...那...這張卡牌的話 我建議一張就好 不需要做複製 那你不用急著一定要去...呃...把它做一個... 進化的動作 不一定要急著進化 齁...因為...你要用的時候再來進化就好了 OK...好...那以上就是這一次這個...呃... 火龍的丹尼絲以及這個... 蟹生沃的金癖分析 供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有什麼特殊組隊的 例如說蟹生沃 你就有什麼推薦可以... 產生多一點的六粒心符石的話 歡迎在留言下方來告訴百姓 OK...那今天金癖分析就到這邊 好...那如果喜歡我今天的影片的話 請記得右下旁訂閱 右下旁喜歡 訂閱旁邊的按鈕 隨時可以收到百姓第一手的... 金癖分析消息 我們下次見 掰掰